我们来谈一下教育机构责任 教育机构责任的结构 某种意义上和违法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结构是类似的 但是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回顾一下 《我国亲缘法》上教育机构责任的演变过程 《我国亲缘法》上关于教育机构责任最早 是规定在民通意见的第160条 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明示行为能力人 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 受了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 单位有过错的 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这个规则有如下特点 第一 将在教育机构生活和学习的无明示行为能力人 和在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精神病人 视为一种类型 而在后续的规定中 就没有再对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做规定了 这主要是因为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 他可能还存在自残的情况 第二 我们国家的教育机构责任在民通意见上 它有一个统一规定的模式 实际上是类似于之前我们讲到的 使用人关系中的人身保护责任 在教育机构责任领域 我们称为人身安全责任 但是民通意见第160条 同时还规定了给他人造成损害 这个呢 也是类似于使用人责任中的替代责任 但存在一点问题 这样的替代责任的规则基础是什么呢 有同学可能会想到 在教育机构学习的无名式行为能力人 是不是因为教育机构成为他们监护人 所以就应该承担类似于 侵权责任法第32条意义上的监护责任呢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 民通意见对于委托监护的规定 也是规定由监护人承担替责任的 所以在下面的内容中 我们会探讨这些问题 与安全保障义务类似 教育机构责任 也在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中 确立了补充责任 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 对未成年人依法富有 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 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未尽值得范围内的相关义务 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 或者未成年人治他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个规则与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款 和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 规定的违法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责任 是类似的 那么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二款 规定 第三人侵权至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培偿责任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过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培偿责任 这一结构和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 第六条第二款 和后面我们要谈到的 侵权责任法第40条 也是类似的 这样的规则 使得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上的 教育机构责任 实际上几乎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类似 但是呢 也有一定的差别 差别在于 它既包括了致使未成年人受害 也包括了未成年人治他人侵害 这一未成年人治他人侵害的规则 和民通意见上的规则 是比较类似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在人身所爱赔偿司法解释上 实际上规定了三种教育机构责任 第一种是 未成年人 遭受人身损害的人身安全责任 第二种是 第三人侵权致使未成年人 遭受人身损害的补充责任 第三类是 未成年人 致他人人身损害的替代责任 类似的 这种替代责任的规则基础 也是不清楚的 同学们也注意到了 与民通意见第160条不一样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就没有再规定 精神病院治疗的 精神病人的人身安全责任 补充责任和替代责任了 而这一规则 在实物中仍然是有需求的 因此 建议未来民法典 侵权责任边 予以完善 侵权责任法上 对教育机构 人身安全责任的规则 相对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则来讲 是相对体系化和类型化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 首先是在第38条和39条 规定了教育机构的直接责任 在第40条 规定了教育机构的责任 和第三人性权责任分担 实际上是补充责任 在教育机构直接责任中 根据教育机构教育管理对象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区分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和过错责任 这一规则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机构责任纠纷 来了解相关事物情况 好 我们分别看一下 教育机构的直接责任 和教育机构的普通责任 就教育机构的直接责任来看 亲爱责任法第38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责任 大家记得王老师前面谈到过的 对过错推定责任的规定方式 这个条款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条款 另外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教育机构受到人身伤害 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能够更好地保护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 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遭受人身损害的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必须被证明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才承担侵权责任 这实际上是一种过错责任 这对于平衡 学校等教育机构 和在其学习生活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之间的利益是比较好的 那么对于教育机构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形 如何判断呢 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 学人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包括 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 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 学聚、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 设备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备设施 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输漏的 或者管理混乱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第三 学校让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 不符合相关标准的 第四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活动 或者校外活动 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 并且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 第五 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疾病 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学校违法有关规定 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人学生 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劳动、体育活动 或者其他活动的 学生有特异体制或特定疾病 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 学校知道或应当知道 但未尽必要注意的 学生在在校期间发生疾病 或者受到伤害 学校发现 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第九 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 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 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 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等 第十 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在富有组织、管理、未成年人、学生的职责期间 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 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制止的 第十一 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 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 学校发现或者知道 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监护人 导致未成年学生 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学校有为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教育部的这个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对学校应当承担责任的学生伤害事故 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但是王老师要说明的是 这只是一个参考 是否进到教育管理职责 还是应该由法院综合相关情形预认定 这是一个判断过错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